大家好,歡迎參加古物古籍辦事署的網上講座 今天的講題是《博富林水塘石橋的過去與現在》 我們很高興請到李慧明先生Mingo 擔任我們這次的講座講者 李慧明先生是一位土木結構工程師 曾經參與多項本地和海外的大人基建工程 與此同時他也很熱心於本地的文物保育工作 並且發揮所長致力有關於古橋的研究 他曾經編寫一本《香港古橋圖說古橋歷史與建築工程》的書 分析古橋的興建由來、建築結構、保育狀態等 導出了《十七度古橋前世今生》 我們今天的講座設有問答環節 大家可以隨時透過Zoom的問答功能發問問題 我們稍後會邀請李先生為我們解答 而我將時間交給我們今天的講者李慧明先生 多謝你 各位好,我是Mingo 李慧明 我其實在古蹟保育工作中也做了很多事情 之前我做完土木工程師之外 都加入了AMO做過七年的 senior的technical officer 後來就完了我的責任之後 我都出回來私人顧問公司 繼續我做工程師的工作 但是當中都遇到不少古蹟上的問題 也都基於我也是古蹟保育方面的經驗 都幫到土木工程的發展和推進 特別是好像我在機場的沙中線 都能夠令到龍津橋那個位置都能夠保存 而沙中線的隧道也順利完成到今天 那我也很開心能夠為古蹟做到一些事情 而今天呢 我也都希望藉這個機會呢 就分享回我之前對古橋的研究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基於這次的講座呢 我都連頭呢 我都再去博富龍水堂 走過一段 也都有一些新的知識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的 那事不宜遲了 那我們都可以開始我們今天的講座 這個 福龍水堂呢 那麼它那個歷史都很悠久的了 那麼它在1986年那時候呢 就開始升級 那麼它亦都升級了三年 那就是1963年那時候就升級完 那就成為香港第一個水堂 但是因爲供應量不斷增加,因爲當時真的要水,那個渴求很重要,以前是靠山水的 所以在1886年就擴建第二期,然後就做了很多事情,除了宿舍之外就做了四條拱橋 也是今天成為法定古蹟的那四條拱橋,另外有員工宿舍,還有一個涼水站 基本上整個博弗林水塘的基建都已經變成一個法定古蹟 而且裡面有一條橋,特別是第四條橋,都變成它的設計是一個哥德式的建築 在香港古橋來說,它唯一是有這個風格 那爲什麽會建的哥德式,又不是中式的拱橋呢? 那有原因,因爲它周邊的建築,好像是香港大學,或者Bethany,就是巴達尼 那它們都是哥德式建築來的,那稍後我也會跟大家介紹一下這方面的建築相關的構件 那另外呢,在這次的講座,我還會跟大家,如果有時間,我就跟大家走一轉 巴達尼,那個當時我的復修的建築 好了,那我就說完那集要,就開始進入我們這次博弗林水塘詳細的介紹了 那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博弗林水塘呢? 那當你走到,下車之後走上去博弗林水塘呢? 除了經過蔡馬會那個騎術訓練學校呢? 你一上斜路,你就會看到這個牌的了 那讓大家容易理解一下,簡介講一講 那這個水塘,你通常就會來到這裡,就會看到這個員工宿舍的了 那這個就是法定估計來的了 那你向右看回下面的水壩底呢? 就是,其實就是這個位呢,就是一個涼水站 而再看遠一點,這個就是在一個水壩上面 涼水的,也是有一個通道去監察水塘的 那另外,這條,特別是這條橋三,這條有三個孔的 那在水塘裡面的四條橋之中,其實是最多孔的 但是它又不是最高的橋 那待會我也在後面介紹一下 那其他呢,我看後面會再介紹的 那,好了,那至於博弗林水塘的歷史呢? 是怎樣的呢? 那我在這裡又簡介給大家聽聽 那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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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徵求這個方案 最後就請到很發派的英國王家工程部 工程監督羅寧先生 Mr.S.P.Rolling 設計這個水塘 而當時設計那個位置 或者那個圖織 也很感謝水務處提供這個資料給我 我當時用資料搜集 這個就是當時1866年 那時候興建中的圖織 大家可以看到 這裡就是香港的水壩 而涼水站就在水壩下面 那這個是什麼來的? 這個其實是一個 好像我們在搜盤有一個 overflow 那時候水滿的 就不會沖爛那個壩 就有一個設施在旁邊走 那這個overflow 這些水壩就會帶來下面走 那就是在那裏下游 那其實這條水呢 其實去到底是哪裡呢? 其實就會落到瀑布灣 那所以如果大家對博富林的故事 很熟悉 以前那些外國傳教士 就在瀑布灣上岸 那然後呢 就搬了上來 博富林這裏 那待會下午 就晚一點點 我都會講到那個關係 那在這裏 你會看到當時呢 水塘已經成了今天的形狀 因為這個第二期的建築呢 就是第一道橋 第二道橋 第三道橋 第四道橋 都在這裏 那加上這個入口呢 這條就是 進去水塘的路口 如果今天你乘巴士去南區 所以香港仔啊 博富林一帶呢 你在這裏 街口下車 就會走進去 那我剛才說 香港大學的宿舍在這裏 馬會的那個騎術學在這裏 那他就走上去 員工宿舍就在這裏 那初步大家都有個概念 水塘這樣 好了 那這裏說的 就是去回博富林 就是香港大學啊 西環 石塘咀啊 博富林一帶 那裏 就是這個方向了 那裏 而這邊呢 博富林村 下關去 現在智庫啊 華富村啊 黑網仔就在這裏 OK 那大概都看到 那個當時都幾精準的了 那個工程圖來講 好 那 好了 講完它初步地形之後呢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這個水塘究竟還有多少水 這個很多 我年初再去探訪 博富林水塘呢 都很滿水了 那時候 其實那時候 都算冬季 但是都很滿水 希望都長滿啦 常滿啦 好 那在1860年動工那時候呢 其實初期不是很夠錢的 就是工程超支 其實工程超支都不只是今天 所以才有第二期的 那就是 我剛才說的 是163年已經有了 那當時就 不夠錢 那個水塘 那當然是小的 那個水塘 但是對於當時來講 能夠供應 西區和中區的食水 其實都已經很好的 那後來呢 就正如剛才說 香港不斷增加了 那後來就集齊多些資金啦 那政府當然想做它啦 那就可以解決到他們 對水的要求啦 還有 因為廣島 當時來講 維多利亞城的範圍呢 跟今天的香港島 四方八面都有發展呢 是差很遠的 其實以前發展集中都是在 中西區啊 或者灣仔一帶的 以前去鵝頸橋之後那些呢 其實都沒有什麼人住的了 多數都是貨倉啊 船奧啊 那些的了 那就等於 以前船奧在哪裏 就是太古城那裏 太古船奧就是那裏 水的要求都不是太高的 主要是在中西區 你知道吧 中區以前就是 那些外國人住的嘛 我又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 以前外國人都喜歡做圈半山 其實為什麼呢 原因都是因為 以前我們香港是英國殖民地 那就在 在 堅島上面 它有分界線的 金銅大園那條分界線呢 就是以山上面呢 就是外國人住的 中國人不准住的 唯獨有金銅大園可以在那裏住 因為它是買版 又懂幾句英文啦 又幫到那些鬼佬手啦 那所以 他們有得殊地位了 那但是平民通常都是 住山腳的了 那所以 形成金 就是當時 為什麼他們住半山 但是 whatever 怎樣都好 水的要求 不論有錢 共人都要喝水 那所以 能夠有這樣的 水塘供應到 中西區是很開心的 那會增加到 六千八百萬加侖 就是 等於三十一個立方米 萬立方米 好 那至於水壩 是怎樣設計呢 能載這麼多水呢 其實就很簡單 都是 一般水壩設計 都是一個 梯形 那其實大家 如果對工程有些認識的 你都知道 如果平面 一個洞 一塊板 你擋不到多少水 也很浪費力的 如果你有一個斜硬在後面 那你令到水壓 就平均分佈分 那麼 那水壓就越高 就越小 越深就越大 所以你看到 那個長生的厚度 按比例都增加了 那當時 其實 對於 物理學的設計 或者工程學設計 在當時說 其實都很先進 所以 在當時 殖民地時期 引入了這麼多 英國式的建築 其實對香港的 發展都很大幫助 這個水壩 這個水站 這個就是水塘後面 好 這個就 好了 那再講一下 除了講完水塘的背景之後 再講一下歷史 那 很幸運 我昨晚 都搜尋了一張照片 都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就是那天 我去參觀那個地埔 如果水塘那時候 看到在那個介紹牌 都找到一張 原來在1870年代 玻璃水塘一帶的 的景色 那這個呢 看看有沒有 放大一點點 這個 怎麼可以放大 好 OK 那你們 再看一看 在這個位置 就是 現在今天的香港大學 那個 學生宿舍 那這裏 其實 在建造水塘 那裏 那裏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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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正在走上來 就是 那這裏 就是我講的前面 那條路 在巴士站下車走進來 那這段路 那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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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水壩 就在這裏 1870年代 已經出現了 那這裏 那這裏 當時應該不是太多水了 所以你都不見到很多水 那前面這些屋 那是什麽 就是博弗林村 一帶這裏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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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以前都幾荒無垢 那現在 今天有雪木林蔭 那所以 都會有一個不同的分別 那 那在這個 那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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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 其實這條路 已經可從橋一走到橋四 可以走到山頂 我想 今天來聽這個說著 都應該有過這段路 那 我 年初去參 再看這條路 那裏 在水塘的時候也有很多遊人在走山 因為難得周末可以出去放風 所以在後面也會有一些相片介紹一下風景 好 那就下一張 而在這個水塘什麼時候發佈古蹟的呢? 就是2009年9月 當時就有一個發佈古蹟的 在這裏我為什麼會把這張照片出來看看呢? 其實當時就是我們今天的特首林鄭月娥 特首當時簽的這張照片 所以你看Kerry也很有代表性 當時也有很多支持古蹟的工作 講完這麼多背景之後 就開始看看這條橋 不然大家都可能知道這條橋的樣子 選了幾張照片 就每一條橋簡單講一講 然後在後面再詳細講一講 橋一 這裏就在下面出水位那裏拍的 這裏就上面都已經看到很多樹木了 基本上如果你走上 都較為難望的 可以側側的就能看到這個橋頂了 那這裏就容易看些 因為這裏就已經是行人路了 只要走上這個欄杆 就能看到這個入水位來的 那這裏入水位出去就是水潭的 那下一個就是橋三 橋三就是有上面行人路 那側側你可以看到的就是有三個拱 那你見到其實這裏都是一米多的 就是如果你要捐過去都要彎低山 那這裏就能捐過 而橋四就是最尾那個 就會見到最特別的 不只是一個拱 這個是四分一的圖的拱 所以也是跟隨過哥德式的建築 有一個比較尖的拱 有別於之前的三條旗 而且那個高度也有5.5米高 那你見到有些支撐架 這個就是我20... 應該是2012年的時候 寫這本書的時候的紀錄相片來的 但是今天都過了這麼久 差不多10年了 其實已經已經拆光了 做好了 那待會可以給你看看現在的樣子又如何 好 那就介紹一下其他法定古蹟 這個宿舍 就是當時的看守園宿舍 那為什麼會有看守園呢 那你可能不問 要不要看啊 現在哪有人看的 水塘 他帶去公園來的 其實當時食取很厲害 是一個策略性的設施來的 他怕那些人打仗的時候 走進去下毒 那他死毒死了 所以要有人看 所以那時候 那些警察 你做了什麼 可以守水塘 其實守水塘都有它的功用 就是守護我們 吃水沒有被人下毒 所以以前的水塘 都有幫手園宿舍在那裡 另一方面也是幫忙做水塘的維修 因為基本上水塘的位置 是較為格設一些的 遠離民居 所以要維修 但是現在沒有水供應 很嚴重的 所以要有看守園 看著有些更加維修 通知一些維修部門來做事 都是要的 所以那時候建這個 員工宿舍除了看更是多功能的 還有他的建築都記得不錯的 都是雙統雙下的殖民地建築來的 還有一個微色 都值得去欣賞一下 那這些柱是麻石柱來的 但是有回遊客 我們中國的雅面 那你見到還是煙通 那你就去到那裡 不要只看水塘 又欣賞一下這個法定主席 那現在今天就好像做了 家藝公園的那些辦公室 而近來這個涼水站 那為什麼要涼呢 我理解呢 就是要留意一下水塘有多少水 水壓有變動 如果突然跌倒很厲害 就是漏水吧 水壩 那就快點找人去檢查一下 這樣 而旁邊有一個防波 我先把水塘放在下面 那土塘 那土塘 那土塘做什麼呢 那這個就是 in case 它漏水漏漏漏漏 那會浸在下面 那土塘就擋一下水 引回去 因為剛才我提到的 那土塘那邊的水走 所以設計都很完善的 因為下面其實都有設施 今天譬如有個馬鈾 騎術學校 有個相建協會的宿舍在那裡 所以這個設施 延遠到今天也有它的功能 所以我經常說 古蹟不是放在這裡看的 而有它的功用 能夠繼續服務市民 這件古蹟才有意思 那希望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 我們有時候 有些古蹟為什麼不保留它 原本這樣的功能 其實在保育的層次有很多個 最高層次當然是 原則原味 但是中間 基於種種原因 有些改動其實可以接受的 也可以延續它服務市民的生命 OK 好了 再說回歷史 而那時候 1871年的時候 建了那些橋 那些景色看出去 和今天有什麼不同呢 其實以前沒有這些樓 這個水塘看出去 只有葛霍林村 但是今天已經有貝沙灣 還有碧沙灣 還有我們 待會兒 如果有時間介紹的 巴大利 那個修園 那今天就是演藝學園 那個campus 然後前面就是煮水坡 剛才我講過 Spillway就在側間了 當水太滿的時候 就會沖爛那個橋 所以有個位置讓它走水 就好像你們洗手盆 水喉底有個洞 洗手盆之間 就是要來換水的時候 讓它走到水 就不會浸到整個廁所濕透 原理就是一樣 OK 好了 那講完橋 它那個背景之外 它周邊環境 我們可以講一下那個結構 那我就 我就 在四條橋之中 我都親身去量它們的尺寸 檢查了它們的情況 就做了以下一個 summary 那一至四 就做了一個 table 那這四個 table 可以簡單跟大家講一講 那 橋一 剛才我介紹過 那它是一個半圓拱來的 那它的跨道就是1.8米 那什麼是跨道呢 其實是一邊到這一邊那個 就是叫跨道的距離 就是等於我們 依然讀書的直徑 那而橋面的闊度呢 就是打橫 你在上面走過打橫的橋 大約4.84米 然後 而拱頂到河底 就是這個頂到河底 就是這個頂到這個河底 大約2.1米 那這個都高的 可以直接走進去都可以的 那橋二又怎樣 橋二也是差不多的設計 那又是同樣的跨道 那橋面就窄一點 4.4米 那相當是2.1米 那你會問 那這樣一模一樣的 那為什麼 那其實以前的設計呢 是這樣的 因為以前是沒有電腦的 那祖先教下 這個跨道 這樣的厚道 那一條橋就走到人 走到人 那就照起了 那是學習從經驗 就是用實驗 經驗 而去建築 那所以以前沒有設計 的 也沒有什麼指導 它的指導就是師傅 師傅教徒弟 徒弟教徒弟 所以這個設計呢 也是英國那邊的工程師 學法 學了 然後帶回來香港做 那所以我說 英國殖民地的時期引入了很多英式建築 那就遠遠到今天 那今天當然有BS standard 有Euro code 有很多曲 那但是 什麼曲都好 其實有基準都是由經驗 累積 而寫成一些規範去做設計的 所以在當時來說 這個跨道擺這個就不倒 當然照做 所以一號橋二號橋都是一樣 甚至三號橋都是一樣 不過慘了 三個跨道長很多 怎麼搞啊 三個跨道就是 三一個三 五點多撕長 那要做一個很大的拱 就好像大潭水塘那個拱 但是又不是很實際 為什麼呢 因為它那個河底又不太深 那想著 不如加上它吧 三個加上它 有五點多米 所以就一個拱 兩個拱 三個拱 那就搞定了 變成了一個三孔的設計 其實三個也不一樣 就是以我們設計的角度來說 好了 那第四 為什麼不同呢 你都可以這樣想的 但無奈它兩邊的橋燈呢 那個高度有五點多米 這樣加起來 那這裡怎麼搞呢 如果那些人要降低 在這裡過 不行的嘛 那後來呢 就用了這個叫做 等邊尖頂拱的設計 正正就是當時 是哥德式建築的工格 那可能他建的橋 那個工程師 那個工程師 看到當時流行這些東西 又可能走過 看到旁邊 那些工程師 那些工程師 很帥 可以抄 我們做工程設計也是 不是很帥 我們去學習 學習一下 人家的工程 哇 這樣的工程度 都能建到樓 窗花都能撞得住 那我家口 他就變成了一條橋 很聰明的 二人的工程師 我不是說今天工程師不聰明 今天工程師更聰明 有電腦幫忙 所以總之就設計了這個 那先頂拱 好 初步大家對那個橋的形制 我想都有些概念 那你下次去看 你就可以更加加深認識 好 那我們就鑽進去葬下 每一條橋 那這個就鑽進去看 那你可以看到 那剛才我提過 因為周邊都有一些 有些過德式建築 所以當時我相信他真的有參考 因為為什麼呢 除了做個拱之外 那些麻石的縫口 他是有刻意去做的 我為什麼會看到呢 如果今天你們聽完我的話 走到街上看到那些麻石牆 你會看到那些縫口 那些縫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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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方形 那些縫口 其實都有原因 因為底部 它沒有那麼多修飾 水平有很多 它不能夠一塊塊 長方形 它碰不到口 所以底部 它用一些不規則的石 去砌 去符合那個水平 那過了那些 殘殘的石面之後 他們就用這些方形 長形的去砌這個拱 那下面這些 你會看到那些縫口 是從積狀的縫口 但是你會細心看一下 這個位置是灰色的 這個位置 為什麼會是白色的 那其實白色那些 是我們的縫口 會落灰沙去做縫口 這些為什麼會灰色 因為這些沒有跟營製造 那些師傅 找了阿蜜記 師傅你做泥水的 過來幫忙幫我問一下 問一下這件事 那就問了 他又不會拌灰沙 那個配比是多少 他就當好像 樓下補渠那樣 找些英黎 這樣搭下去 那就變成這樣 那其實 在對他來說 他不是做復修師傅 他要求一定沒有那麼高 那加上可能監察 去看過那些師傅 他自己都是 做一般工程的 不是做估值復修的 更加不懂對質量要求 所以做到這件事 他總之 噴一條縫就算了 就是這樣 但是 whatever 阿蜜記 阿蜜記 除了營製 其實他都保護到石 但是如果將來 再復修的時候 都希望 相關部門 能夠 在這些細微的地方 都能夠跟進多一點點 就不要介意我 這麼多口稅說 因為我在 阿蜜記服務的那段日子 我都對這些有要求 所以都訓練到很多成建商 見到Mingo 都不敢做其他事情 都是跟這個做法 做一些好一點的事出來 收不到錢 好 廢話多說 接著再看看其他 好 後面 另外在橋 我們水塘附近 都有一堆建築 剛才有說過 有香港大學的宿舍 有伯達尼 伯達尼 伯達尼一直都在 而旁邊 香港大學的宿舍 以前叫做 杜格拉斯堡 第一座建築物在那個平地起 但是後期就改建了 改建了 叫做 拿薩拿樓 發覺全部會收購了 杜格拉斯堡的重建 建好了之後 就變成香港大學的學生宿舍 相信在座可能有些朋友 他都住過這個坑的 可能看到都有一些 懷緬了 那待會聽完拖 你就去逛逛看看 都很漂亮 維修得 都沒有太大分別 好了 以前那裡 那幾座植 怎麼減 其實當時 就是剛才說 傳道會他們的收事都可以做療養院 還有傳教士的宿舍 還有特別是聖經印刷通牆 那待會如果有時間 我介紹巴達尼的時候 巴達尼的地牢 以前都有幫忙去印聖經 所以在那裡可以看到一些相片 另外就是 也都因為哥德式 還有有仿羅馬建築的風格 就引入了這兩座建築物 所以大家聯想到 在水塘的工程師 每天走過兩座 不多不少都可以抄到一些東西用的 好 剛才我講了 杜格拉斯堡是怎樣的 杜格拉斯堡其實是這樣的 有一個皇冠 像城牆一樣的 這是1875年那時候的杜格拉斯堡 後期法國傳統會 買回去 不夠花費 就建大一點 建大一點真的大很多 我想大一倍就好了 但是那個天台上面都建了 一個廖網台 亦都跟回這個風格這樣建 特別這一座 這是個鐘樓 如果大家有機會 進去的話 你可以看到這個鐘樓 我在AMO工作的那段日子 我也有幸參觀過那個鐘樓 也做得不錯 不過那個鐘好像還沒弄得回來 現在不知道還沒弄回來 就要問一下AMO的同事 但是無論如何都值得欣賞 很漂亮做得 就是復修都保持得不錯的管理 要爭的 好了 這個就是近期的 我二年 就是年頭的時候去參觀過那裡 這個 這個 建築風格也很漂亮 你看到它有一些尖拱頂 其實周圍的窗花都是幾個拱 所以走到這裏 其實你也有心欣賞一下 還有這條樓梯 上面有一隻三不像 大家都知道它的故事 不要鬥它 鬥它不能倒業 所以大軟觀 可以欣賞一下 OK OK 那 剛才經常說哥德式風格 是甚麼鬼 這個悶悶的 我也要介紹一下 他就在十二世紀 至十五世紀 那時候 歐洲很流行的建築風格 他起源來自蘇傑院長 即是改建法國 巴黎附近的一個叫做聖丹修道院 那時候開始 即是一一三六年 一一四四年 那一式的風格 它最多 就是特顯有些甚麼呢 譬如它在中殿的天花 就用勒拱頂 還有一個結構 還有叫做飛虎壁 來支撐那個頂 那待會也會有些圖片介紹一下 還有尖頂拱 那純粹是一個力學設計 那以十二世紀來說 他們的Physics都很厲害 今天你叫我們的中學同學 或者大學同學 都在計算這些 所以當時沒有電腦 都真的很聰明 OK 那下面我可以給大家看看 這個就是2021年的八大禮 而這個就是很早期的 都差不多了 但在這裏來說 有些已經不同了 如果你們深水清的朋友可以看到 前面這個建築 這就是教堂的Chapel 其實這個還不在 前面 旁邊這個已經沒有了 沒有了 看到沒有了 沒有了頂 放了一些冷氣機 分體式 而後面這個頂又沒有了 就變了斜頂的Sky Roof 其實這個Sky Roof裡面 是一個練舞的場地 不是舞術那裡 沒有跳舞的場地 仍然都移動了 在這裏 那些走廊 那這裏 那這裏 你們可以去到附近 那時候又可以欣賞一下 阿達利 那都開放給公眾 最重要的 要跟入口那裏 那裏說聲 不要乖乖乖 那裏說聲 不要乖乖乖 就搬走了 站起來了 那這條樓梯都仍然是這麼帥 那兩隻 那裏都仍然在這裏 反正沒有一點變 那所以我就說 他的維修都不錯 那內部就不知了 就是沒有再回去看了 那適當的保護維修 其實無論那件是 什麼風格的建築都需要 那 還有就是要愛護維修 那這裏上面的外場特色 剛才說 四心扁平拱槍 哇很複雜 為什麼四心扁平拱槍 那裏都找到很多書 才會說這個槍 其實一著槍 兩著槍 四著槍 那這裏 扁平 四心 其實是一個心形 這樣 就是今次很流行 用手指做一個心形 那些 都是可能學他 哈哈 OK 那接著就 多了幾棵椰樹 側間 棕櫚樹 都不錯 好了 剛才我講 那式建築 就是這些 重積狀 那這個就是我們在橋一 那裏見到 應該在八達利 都見到同樣的東西 所以你說誰抄誰呢 那你慢慢自己看 那這個尖拱也是 對吧 那我看回 這裏 八達利那裏 那裏 在側面的蠟園 你看到 這個重積狀 那些麻石縫口 但是他們又聰明一點 他拿來做裝飾 這些是有規律一點的長條形 間一個重積狀的麻石縫口 而做這個走廊的蠟園 那你會看到 這個重積狀的縫口 都很漂亮的 如果你在家裡有一幅 這樣的牆 可以不妨考慮一下 做這些重積狀的縫口 做一個feature wall 都挺漂亮的 那另外這個網狀的花崗石縫 都是一格格的 那這些是 那你看回前面那個 你喜歡哪一個呢 我也是喜歡後面那個 這個比較帥 OK whatever 其實麻石縫的縫口 都有很多款 都是其中一個叫做 哥多式的feature 好了 那這個看回我們八達利 八達利的外的走廊 你看到這棟 很明顯 就很像我們四號橋 那個拱 那樣 所以我覺得 那工程師都可能走過來 裝一下 OK 這些窗口都是一樣 看到嗎 那就是特色 那我剛才說過那些terms 等邊尖頂拱窗 就是這個 哥多式的窗花 那些 非腐壁就是這幾個 fibletches 那這個呢 就跟剛才我們 在八達利見到外場 支撐整個trapel 都是同樣的東西 那這個呢 就是八達利入面的內部了 所謂四分立頂的天花 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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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那雖然是做到這些 這些feature 其實內裡呢 它不是一個結構 因為我們做 復修這些 四勒拱天花 本身它不是麻石 初初我們都不知道是什麼 但我們跟它做復修的時候 它發覺 其實是用我們 當 就是我們本地 叫黃花沙 就是那些 風化了的 的 的麻石 我們黃黃泥 在山上 你掘到黃泥種花 那些 我們叫黃花沙 那它就拌一些灰沙 去批這一條 拱的 的 的 實際內裡其實是裝飾 沒有實際的結構功能 而結構功能 本身就是後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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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築 OK 好了 接著就 看完內部的那個四分立動 看看一號橋 看看這條橋 那 就詳細的看一下它 那有什麼用 那其實那條橋就 除了是引水進去水塘之外 其實 它是給公眾人士 一個通道 去遊覽水塘 和 神問 和他們走上山頂 都是經過那裡去的 那 橋就長大約16.4米 闊著4.84米 那 就 但是 它進水口就好像一個喇叭口 這樣收水 就是後面山水 山溪引入水塘 而它選擇的出水位 以前都很聰明 它會選擇石底 什麼叫石底呢 其實在這個橋 起的位置 下面一定是有石的 我們叫back rock 石底 那為什麼會石呢 原因就是 如果你來你想像一下 你來就塞進去下面 水塘就流了水 總是還沒進去 已經塞進去 或是會引起山泥傾瀉 地基 所以一定是選擇石底去做 所以 其實今次我們建樓也是 所有建築 盡量坐在石面 或者那幾支莊柱 都是坐在石面 才能承托到建築 那就不會有所謂的沉降 OK 所以在固跡保育方面 都有限 我本身是土木結構工程師 所以在固跡復收 我都引入了很多土木工程的知識 令到那件固跡 能夠盡量保留 好了 那橋面又怎樣 橋面其實剛才在樓 4.84米 就這麼寬 但是這個橋面 之間呢 有大樹天門 還有一個公廁在旁邊 你們去到就看到 這個也是一個旅遊點 每個人走到那裡都會去探訪一下 好了 剛才我提到樹 和廁所 都是後期的出現 而去到橋下 你側見到 除了橋之外 這橋就不是這麼收工 他要和周圍的環境 吻合 他就可能會砌一些碎石在旁邊 令到他保護這個橋的橋身 如果不是長期充職都會難 而這個就是剛才說的 我寫了一間 當時我寫這本書 也做了很多 是量度的 你看到都幾詳細的 事實真是我親手去量度 有些尺寸我不到的 我就用比例去畫 也有下我這套十七條橋的手稿 其中大潭水塘那套手稿 都給了一個copyright 他們用來做水塘的維修 因為當時他們都找不到這麼多的 一些尺寸 都為古蹟做到一點點的事 將來你們去貪官大潭水塘 他們那裡有個展覽館 可能會看到我的手稿 OK 回到剛才那裡先 你剛才有說的 入水位就是這個 喇叭位就是這裡 OK 而下面其實就好像一個隧道 那些水流出來 那這裡就是水塘 OK 有些縫口就大概是這樣 其實那些石縫之間 那個隧道通常都會是 有一點點斜斜的 所以如果你批得不好 很容易脫掉的 所以好說那些師傅技巧 好 好了 那2號橋又怎樣 2號橋呢 就大約10米長 寬就4.4米 那可以看看 橋面都是垃圾 橋面鋪了一些垃圾 那這個呢 那這個呢 就容易看些 那你走到這裏就看到 剛才我講的那個喇叭水 這個就是後面那一條山溪 那這個喇叭口 那這個喇叭口收肉在這裏底 那就穿出去水塘 那這樣 那這個橋面就是鋪了一條山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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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裏的那裏 那這個喇叭位 那其實你看到剛才也有很多樹木啊 那這樣 剛才我講的 在前面走過去 後面就是水塘 那水就由這裏入 那流出水塘 那流出水塘 而出水位就是這裏了 那這個呢 那這個就是 在那個橋底的出水位 他都砌了一些麻石在樹 在底那裏 那牆身都有一些麻石砌了 那這裏 因為都很近的水塘邊 那這裏 那所以都落不到它去 那我就 然後量度了那些尺寸 那我就畫了一個示意圖給大家看看 那這裏剛才提到的那扭口 那這裏入水 那那裏 那那個 那臘面那裏 那這裡就是 入了水這裏出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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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的水塘 那這裏就是剛才我講過的那裏 好了 橋三又怎樣啦 橋三呢 就是 這樣的樣子 大約一百米長了 石橋的設計就和剛才說的和橋一橋二一樣 三個孔,1.5米,2.1米 這三個孔就在這裡 當時也有一些支撐在做維修 就像垃圾一樣 如果是在清潔那裡的叔叔就幫忙清潔 還有那些路人不要丟太多垃圾 後面就較為顯了一點 就有一個石的斜坡 因為這個石是延伸到橋底 所以你看到它起不到太高 原因是因為它要符合兩邊橋頓的水平 所以做了一個較為淺一點的 米嶺的孔就算了 但是水多了,怎麼搞 就是多兩個孔讓它出水 所以如果在這邊看起來很淺 每一米都沒有 但是在下游,這個是下游那邊 就會長一點,有米半 好,那條身就11米 對,4.2米窄一點 都舊的,都維修車過的 這個正立面,遠看就3個孔 這就是客人橋 這個就有一個特別的問題在這裏出現 當時我參觀到這條,有條生壽鐵樓在這裏 那為什麼會生壽呢?其實很明顯 因為那個路面的水平有限 它不能夠露一條孔出來 它不露一條就露底了 那它寧願就在這條孔裡面中間穿過 就在路面凸出來 它要保護這條水管 那設計上當然不好 如果今天我一定不會收貨 我寧願要它打石打低一點 但是當時以建築技術 第一,沒有今天的風效 就搞定了 但是全部人手作 以前的石是石像去做的 那你想想想 為了這條水喉去作 不要說一米 作低五百 可能要作一個月 那它可能基於工程趕急 那它就 有它,沒有人看到的 那不無奈 就讓我看到 所以露了出來 但是如果將來有機會做維修 我想希望相關的部門 都可以考慮一下這條水管 可不可以改在外面過 那你就 第一,不用影響到排水的時候 如果有,你想想想一下 如果有些大石衝下來 所以這條水管長期衝擊 可能都會有問題 還有阻塞了那個去水 那所以這裏都可以考慮一下 好,那就簡單說完三號橋 那在這裏呢 我們會見到這個拱的首稿 三號拱,上面的樹 它進入水就是進入 但是你見到這裏其實很軟 差不多七十度左右 那個斜坡 接著就在這裏出水 那下游就寬一點 那所以這裏人都拱不過了 這裏都反而可以站在那裏拍照 那就是三號本土 好了,四號橋 這個就是最精彩的一個 那這個,所以我選了它做wallpaper 都是有原因的 那這裏有一個丹孔 等邊尖頂拱的拱橋 那它結構了 就橫跨一個山谷 那可以看看 那這個就剛才我講過這個 那這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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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裏是一個糾纏的石崖 而這邊也是的 那所以 那所以 但是後面正正有一條很大的山溪 其實我相信 在四條橋來說 這條橋的水量呢 是最多的 那你遠處拍到過去呢 我看到那裏就是這裏 那如果你走在水塘 那邊一邊走呢 如果你有個漂亮的相機 其實可以 zoom到過去 是看到這個景 那我相機不漂亮 所以鬆鬆的 那我盡人事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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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號橋那個 尺寸又怎樣 那 那它跨度是3.6米 那 那橋的牆大概是10米左右 那 橋身就寬4.14米 窄一點點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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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裡面的拱至到那個河底 大約5.5米 那 而上橋身的厚度有2米1 都幾厚 因為那個跨度大 那 那 那麼我們很多時候設計 有一個叫做 span debt ratio 那市pan就是橋的跨度 帶就是橋的厚度 那麼 橋身的厚度加一個跨度的比例呢 那麼 它都很保守下 以今天設計來說 但以當時,師傅說做開,這樣就不倒閉,就照做 設計上觀感也不錯,有美術感覺 這條橋到今天也有150年左右 你看到當時也有支撐在那裡頂住,在做維修 例如某些構件要支撐住,特別是公字鐵 為何要公字鐵在那裡呢? 就是我剛才說的跨道,這裡可能有裂縫 它就要用一些結構的,我看到現場有幾個螺絲 通常叫通光螺絲,由這邊穿到後面 令到這一個橋新的垃圾正在拉緊 而形成一個鞏固橋的結構,強化 因為如果你想沒有這條鐵枝拉著它 可能今天這條橋已經在這裏抹開了一條大裂鞋 所以這條公字鐵是很有用的 不過其實可以做少少screening 可以做一個鞭頂或者類似的麻石鞭頂去遮蓋它 這樣就會好一點 因為對於那個估計來說 其實強化之餘,你要做一個 我們叫like to like 的補救措施 就會令警官美麗一些 好像是整齊都整齊,還有一條公字鐵枝 怎麼會讓人感覺是一個臨時的鐵枝 好,那路面又怎樣? 路面其實它都為了保護橋 其實兩邊都加了一些防撞 這個明白的 因為它是有些維修車有過的 它不想撞爛兩邊的橋邊 因為當時蓋這條橋不是為今天開車用的 一百八幾年,當然是馬車的多些 所以不可以用今天的眼睛去看一百五十年前的東西 但要符合今天的安全 唯有加辣桿,加防撞 好了,那也都很辛苦之下 都畫了一個圖案 就做一個紀錄這樣 好了,說完整條橋之後 幾條橋 我剛才也說過 我去寫這本書的時候 每一條橋都會看它的保育情況 可能我自己當時的工作 也是我對保育的一份誠意 都做研究之餘 都了解了它的情況 希望日後雙方的同書可以參考一下 去做一些保育工作容易一些 OK,當時也看到 那些納青 其實路面納青很多都裂了 如果要維修也都應該要做 一般常見到的問題 例如橋上面的青苔 在潘頂位 因為這些陰頂地方 如果不做一些定期的清洗 其實是會生不止是青苔 那些土風鬥也有 蟻鬥也有 什麼都有 所以定期去監察是需要的 所以也希望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你們去參觀的時候 也不要自己走下去 很危險的 你們都不會弄的 所以你們就看到官員 告訴他們 盡一下我們市民的責任 好,剛才我介紹一下 剛才我說的 保育就是這樣 雖然都是保育安 都比不做好 但是這裡就是最難的 我可以這樣說 這些人都做了一個英俊 但是如果問他 走人就沒有人看到 那就變成這樣 但不要緊 我們定期維修 應該下次會做好 這些有些樹枝 垃圾都在那裡 都可以去清理一下定期 好了 跟著 逐條橋又有什麼病 其實 其實每條橋都有少少 也都不是說急設性 不過是少少建議 好像優橋 我剛才說的樹 樹這裡要監察一下 因為牠生長的速度 或者牠生出來的樹枝 會不會影響到路人 或者牠的結構 因為植物是很霸動 有些植物 特別是一些榕樹 我們長樹那些 很多時候可以看到 在那些麻樹上面 抱著一塊大榕樹 其實牠生命力很強 牠為了生存牠的根 牠生進去麻石裡面 叫開麻石 所以有時候要拿一個平衡 如果那棵樹 對那個古蹟沒有直接影響 或者沒有永久性影響 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有時候影響到古物的建築 其實我們就要決定了 在我過去做復收的時候 很多時候樹的入侵那些 特別的古蹟 小人道的長腳 或者長身 或者雅面 一生了之後 可以令到整塊雅面 整爛了 所以有時候 沒有辦法 都要清除而有牠 所以要視乎那棵樹 對那個建築有沒有影響 我曾經也有一個經驗 就是說 有一個土地工 是一個法定目的 旁邊有一棵大樹 那怎麼辦呢 最後就削了部分的樹根 就跟樹木的專家研究了之後 就落在之間 就加了一個屏障 就令那些樹根 不再向土地工那邊伸過去 因為土地工的地基 都已經被它撩破了 撩破了 我們要浪費很多人力物力去復收 但是復收完之後 如果繼續有三個樹根出來 我們就繼續整爛 所以我們就在它之間 就掘了一條坑 而且在中間加了一些屏障 就隔開它 令它的根不要再向你那邊伸 植物就是很聰明的 知道你有東西阻礙 它就轉彎 所以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這個也是一個分享 如果將來你們有一個家庭 校園有些植物生進來 你又不想斬掉它 那你可以想一下你的方法 不過你最重要是問一下那些樹木專家 死不了是不是也很慘 不然等一下就被政府罵 那不關我的事 OK 好 另外就是喬爾 喬爾有些什麼問題 這個喬爾這個 其實設計上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你會見到很特別 這個麻石 這裡為什麼那麼高呢 這裡我估計現場 你看回那個跡象 其實它在路面加高了 所以在上面呢 就建了一個實事牆 而造這個實事牆 其實都明解的 因為要令到這條路的水平提高 那就要加實事牆 但是 其實它做這個實事牆 可以做多一點點 它可以在前面做一些麻石的框頂 修飾它 那就可以令到一體化一點 就不是就這樣 實事在古蹟上面 整個實事牆 就算了 其實你問我 無論警官 或者一體性都不是太好 那後面的赤坡 那後面的赤坡 現場就是都幾大水 所以你看到很多screening 也都是做了一些措施的 就是夾了一些 大一點的石 或者樹枝 就不會直接阻塞了這個去水 那就 剛才也介紹過 那這個 可以 考慮一下 下次要維修的時候 就做一些修飾 特別這些青台 清一下它 那我們其實復修 又根據什麼去做 以前就說師父教 但是今天除了師父教 我們有很多準則 那在我們香港 香港很多時候會用 一個就是澳洲的Virus Charter 一個就是我們中國的 中國文物古蹟保育準則 那兩個準則其實都很適合 我們香港的文化背景 或者建築風格去用 那因為 為什麼會有不同的準則呢 就是因為每一個國家 都要去當地的建築風格 日本有日本的準則 加拿大有加拿大的準則 但是我們會參考不同的準則去做維修 那視乎你說的建築的需要性 而今天我們這個擾亂了那個結構 其實我可以參照這個中國文物的準則 第三條 他這樣說 他說 營裝修整事在不擾亂現有結構 不增添新結構 基本保持現狀的題為大前提 而進行一般性的措施 那很明顯 其實他做的那個都沒有什麼參考 為做而做 如果他參考了 其實他首先要擾亂了那個結構 而他的現狀也影響了 所以希望日後如果有些新工程做 在一些古蹟附近做的 都留意一些準則去做 好 那另外呢 除了這件事 那安全性 其實我現場也看到有些大石在這裡 其實我也上去看過 都 有限 這麼多年都沒有跌下來 我十年前去看都還在這裡 那我年初去看這塊石都還在這裡 那我也有留意到它的裂縫都沒有加賴 那希望 就是 相關的工程人員可以去定期檢查一下這些 這些 這些 潛在的問題 好 而橋射如何 剛才提過 這條公子鐵 這條草鐵 而兩邊的扶壁 其實這兩邊的扶壁都已經鞏固了 我看到有些石屎加了下去 那就是剛才我所講的原因 中間你沒有得起多個扶壁在那裡 那唯有就加一條公子 找些螺絲拉著它 而這兩邊就可以起一個扶壁 但是我相信 起鞏 就是1871年的時候 沒有這兩樣東西 因為當時那個使用量可能是行馬車 不是行金千里的汽車 還有以前可能有定期維修 但是因為那個高度都有5.5米 在這個位置又沒有維修 又變成車限 所以這兩邊的扶壁 其實是石屎的扶壁 不是麻石做那種原生設計 那所以在這裏來說 都要做都幾困難 要相當研究才可以去復收 那暫時有限 這十年都沒有什麼大事發生 都沒有動的 都會變成橋的一部分 儘管盡量保留回去 但是建議就是 兩邊的樹木修剪一下 那我們去參觀都能夠 看到整條橋的外觀 好 最後看完這一部分 這裏 剛才我說的就是 一二年那時候 剛才看到有些鐵架在那裡 十年後我再去看 已經沒有了 但是你見到這個拱已經很帥 但是公司仍然在那裡 就是說都做不到些 沒有做過些什麼 也都不能做些什麼 這個明白的 我也明白的 因為這些地勢實在是險要的 而且你等它漢貴 也都一年只有幾個月是漢貴 所以你要做它的復收 是要花相當時間去做 不是說一朝半天做到 也都香港有這麼多古蹟 百幾個法定古蹟 千幾個以平級的歷史建築 不是相多伴眾 我也完全明白 OK 那上游呢 上游的石就變化不是太大 也是樹木修剪一下 可能令到河道更順一點 就減少了對橋潛在的危險 因為萬一那些大樹枝衝下來 又撞碰一條橋 又要跟它維修 而且鬆散的石就好 就鞏固了它 或者移走它 OK 這個較為近一點 2012年那時候 那個拱就是這樣的 那麼十年後 多了些樹木 多了些青苔 那些石就走了 那這裡暫時都看到外觀都沒有太大變化 那這裡暫時都看到外觀都沒有太大變化 OK 好了 剛才我提到Barris Charter 其實你們網上都可以找到的 如果有興趣 對股積復收的那些準則 你可以上網去搜尋一下 Google一下 打Barris Charter 就會出到了 那幾年都會更新一下 那最最新版本 我看過是2013年 那裡面都有很多相關的 那這個 我們經常說 古蹟很有價值 那有什麼價值呢 那我就 概括了幾點 讓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分享一下 那它有什麼 就是在柏佛林水堂那裡的古橋 建築有什麼價值呢 第一就是 罕有性 它的建築價值 像我剛才說過德式建築 這個都已經無可置疑了 那在旁邊 八大利也看到 在香港大學也看到 所以你們去參觀的時候 其實真的可以消磨大半天的 不要說搏一招 因為我那一天去做Wizard 我都看到十二點多 還抹了一張畫 所以很多東西看 所以你們不妨可以考慮 好了 那這裡 除了剛才我講的那個 價值之外 就有它的歷史價值 這也不用說了 沒有歷史價值 都不會變成一個法定職 那現在有八五年的歷史 都無可置疑 實中了歷史價值 那麼社會價值是甚麼社會價值 就是 其實它提供了一個 今天你現在叫做 加油經 也是一個水堂 那個水堂供應食水給市民 也是一個行山經 你看到當日很多行山人士 和中外人士去參觀這個水堂 因為那天是星期六來的 所以都更加多人 而這裡走到尾 其實可以上到山頂艦車站 六一到 順便看整個維港的景色 都是一個不妨好的選擇 另外它有些甚麼構件 特色 特色構件我們經常說 叫CDE CDE全名就是 Character Defining Elements 你看一個估值 其實CDE很重要 而去支持你那個估值 其中一個重要的issue 那麼它這裡 一至四號橋它的特色構件 大致都是差不多的 那有些甚麼呢 有人工雕砸的花崗石 擋土牆 也有橋台橋燈上面的構件 拱心石啊 鏈卷石啊 藏卷石等等 那另外兩旁那個 蟲積藏或者網藏的石森 也有介紹過 在八大嶺也看到 在橋底裡面那些 Skirting也看到 好了 那一至四間的橋 都不多介紹 都提到了 那還有呢 群組價值 那甚麼群組價值呢 那麼那麼兇犯 那其實 你見到整個估值群 橋 宿舍 涼水站 水壩 還有 八大嶺 修遠 香港大學 這個就是一個群組的價值 所以我說 很值得去看一下 但是既然現在都不能飛出去 就花了半天時間去那裏參觀一下 都很值得的 我覺得 都不需要去到法國 這裡都有哥德式建築 好的 相當有價值 這個就是剛才介紹過分手園 這個就是糧水站 這個就是八大嶺的立面 這個就是香港大學宿舍的那些 你會看到一個卷形的鐵柱的樓梯 從一樓上到二樓 在外面都可以看到 如果在香港大學宿舍住過的同學就知道 很漂亮的樓梯 有雕花的樓梯 有那個周邊的建築物 那也是一個很值得去參觀游覽的地方 而它裡面的建築 最重要是跟一些營製去做保育 那就令到它可以繼續延長下去 給斯文服務 那還有就說 要恆常去監察 有些什麼潛在的問題去跟進 不要讓它發生了才去做維修 那就難 那最後就簡單介紹一下 你們怎麼去呀 博富林水塘 有些在九龍住的朋友可能不認識 那如果你是在港島住就不用說了 那現在就說給新界九龍的朋友聽 那你乘巴士來到這裡街口 就去到八達里那裡 那你在中居搭巴士上去 就在博富林水塘站 那在街口走進去 就經過騎術學校 商建會宿舍 那你就走上來這個水壩 那你會看到這一堆的固跡的了 那跟著你就好像有明喬介紹 那幾條橋可以去安裝一下 看完之後 喜歡就走到山頂 不喜歡走出來去參觀到八達里 參觀到香港大學宿舍 那就都不錯了 好了 那剛才一條戲就講完整個故事給大家聽一下 那看一下大家會不會有些意見想問一下 就這樣吧 那我暫時可以交給另外的同事講一講 好 多謝Mingo 今天精彩的演講 那現在是問答的時間 那有興趣的觀眾可以透過Zoom的問答功能發問問題 那我們會請Mingo去解答的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看一看 就著已經有一些問題 那第一個我們請問怎樣去到石橋 那上次我在博埔林水塘走來走去 問路人都不知道 那是不是剛才可能Mingo都說錯 是啊 那應該在我剛才說的時候找到答案 現在你知道的位置你應該會找的了 那第二條問題 請問這個水塘石橋的設計 有沒有影響其後水塘的橋的設計呢 例如太古水塘或者成熟水塘那樣 其實他們建水塘 每個水塘都有不同的設計 有沒有影響呢 其實視乎那個當時 因為不同年份建的建築風格不同 譬如大淡水塘 它不是哥德式建築 它當時應該是維多利亞 對王時期 所以叫維多利亞式建築 所以你看到譬如我這個封面 其實就是維多利亞式建築其中一個 這個書水道 這個也是香港唯一一條書水道 所以去大南水塘也值得去看一下 在上水塘那裡 所以不同時期有不同建築風格 所以只是參觀香港水塘已經看到很多東西 請問建石條的石頭在哪裡呢 譬如鑽石山 一般我們很多年來就是快取材 其實認識香港歷史的朋友都知道 其實香港曾經供應石材給中國 但是因為出的太多,出到沒得出 以前在哪裡出多呢?譬如鑽石山 譬如在觀塘附近那邊,茶果嶺那裡一帶 其實是石牆來的 就算今天我們去東方西州出來 那個收費廣場左手邊 你都看到整個山那裡出了很多石 那些就是那裡一帶其實以前是出產麻石 也都在香港有很多麻石建築都是來自那裡 如果你們去茶果嶺天后廟 那座麻石建築的石 原生那些麻石是在本地 也都在後面串石山一帶的石出來的 因為以前那裡很多的客家人做打石 應該是福建還是什麼 那裡出大眾麻石石像在那裡 所以他們建了一個麻石的天后廟 所以以前這裏的石 很大機會都是本地的石來的 因為一百七幾年沒理由英國運一些石過來 是都運過公檢師過來 運一些石過來幹什麼鬼 大潭水堂的石都是大部分是香港供應的 後期那些就沒得考究了 請問石團的水流相對較大 在建築那時候呢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會等汗季做 就不會在雨季做 而今天我們也是的 我們做土木工程 盡量都不在雨季做這些水 盡量在汗季 那香港的汗季通常都是9月1日 明年的3、4月 很多時候都是在那時候爭取時間 無論做山、做海 都是等汗季做的 至於當時的施工就沒有資料顯示了 但是這個山溪很大機會是 就是汗季師做的 附近有個警署做什麼 警署? 我又不是很覺得有警署 警署就是這樣 我就知道隔壁 隔壁林村 就不是有警署 就有牛奶公司的綿蜂宿舍 所以今天也活化了 就做其他用途 這樣 那那裡就應該好像警署了 OK 比如那個卷 卷 你用得多這個字 就是那就是多什麼 董卷 對 這個我也是看回去一些翻譯 就是比較 有些中外的書 很多是用廣卷 就是因為中文翻譯有很多款程 但是一般用我們就用那些 大家都明白的 你們講廣券或者廣工券 請問四座石條底是否可以走下去呢? 我也是找不到路的 這樣的 首先你就不要下跪去 但是要安全的情況下你可以去參觀 等於你去成門水塘 他有沒有正式的通道叫你走下去呢? 不會有的 但是你要自己負責自己的安全 因為我本身自己也是工程師 我也有所有安全的指引去做事 所以我們就從一個安全的情況下去撼拆橋 但是如果自己一個人就不要去危險 所以自己要留意自身的安全 那裡說捲臉石 重捲石 可不可以再解釋多一點呢? 這裏如果你有看過這本書 就知道我在說什麼 不過不要緊 我在這裏講一講 儘管我都可能有些朋友會不會太認識的 那在大潭那裏的章節也有介紹過 特別是在大潭水塘的章節 如果你看過這本書 或者在鏡頭也看不到一點 這個叫拱心石 在拱中間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鍵石 用來鎖住整個拱的 拱心石 好嗎? 詳細可以參觀一下這本書 一般連鎖書店都有的 三聯、商務、成品 或者網上版都會找到 請問郭富龍的水塘那些水 怎樣引去中西區 那引水道是不是古蹟呢? 在香港來說 大部份水道的建築都變成法定古蹟 至於它引水道 暫時就好像沒有做到法定古蹟 但是它如果整個系統是水母處維修的 它們都不分是否古蹟 它們都叫做維修 因為事實是有實際的功用 而它的水怎樣引去中西區 這個朋友一定不是做工程 不會問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我們有一個 完善的水供應的系統 一會是經水塘、淚水廠 然後就有些管道 引到去每一區 那裡再進入你家裡供應 會在哪裏可以找到你最後那張地圖呢? 哪張? 我手畫那張? 那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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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張? booия 這裏就出了我這一次項目的ら 但在哪裏當然有關系 因cuz 郝霍林村那些村民 日以行歷史悠久 在那裏住了那麼久 那那裏著强生 websites 所以他的關係 當然還是工作上的關係 或者互相供應它的牛奶當然是買牛奶飲 在寶寶林村可能有些物產出產的就幫人買 所以以前來說在那裡不只是牛奶公司 旁邊修院那裡的人都會大家找他們幫忙做事 或者其他耕種那些可能有些蔬菜 羊雞羊豬這樣供應的 有位朋友說住在寶寶林這麽多年 主水化塘邊有一個石砌的井 現在不見了,請問是什麽事拆掉 這個你分鼓即辦 或者混水無處,我回答不了你 那還有一個問題是 你問AMO,我回答不了你 我們做市民當然越多越好 不用坐飛機出去看,說周圍都是古蹟 世界級的歷史建築當然好 這是好想法來的 相關部門留意一下看看有沒有機會 有位朋友說 那麽有一個石砌的建築橋樑呢 那它的適合點是怎樣呢? 就是那個藝術還是怎樣? 剛才我說的 因為這個水塘設計是英國王家魚門廷師 那當然是用了祖家的建築風格 怎會用你中式的平橋去建築呢? 整個外國人也不會用你,也不信你那些東西 你找到他的設計當然是他設計的 所以很直接的 不是說中國那些平橋設計沒有 中國也有廣橋 但是因為這個是西方工程師設計 一定用西式的建築 都是在那裡 自己爬入水塘的方法 自己爬入水塘的方法 兩個貼士建築 都說了 就是我們用工程角度去看 而且當時我去做陷冊 我都是用工程身份去看 亦都留意自己安全 這支援在這支援震的作用 《飛旋壁》的作用 《飛旋壁》的作用 剛才我所講的 其實是支撐外牆 剛剛正正我們這張,可以看到扶壁 有張,是 其實因為牆身它很多時候高,又不夠 不想做那麼厚,它會用扶壁去加強化它 因為你想像一下,越高,牆的支撐就要厚一點去支撐 它如果做得太厚,又不漂亮,它在某一個跨道 其實它這個設計,我不知道它有沒有看到畫面 好像這個設計,其實是一條橋,你想像一下 在上面走,它的力量傳到這兩個堡 再傳到這個牆身,這個扶壁,你看到越低越闊 因為力量越低就越大,所以變成扶壁一級 這樣加厚,因為牆身越高越厚 請問百大利和水塘的內置有沒有關聯? 沒有的,這個首先建水塘,也不是建八大利那些人決定 不是政府決定,所選在那裡 而且他們建的時間都不是同樣 這裡很大機會是當時收市和政府拿到地 而政府就批這塊地給你,這個山頭沒有人用 正如剛才說的香港大學那個法國傳道會 其實它都要收購,它沒有地了 就想建東西,就收購了那個納巴勒斯堡 然後建今天的香港大學宿舍 當時都有規矩的,因為始終香港都是殖民地 有它的制度在看著的 香港會不會扮演奏賞團? 過了,你太遲問我了 我十年前出這本書的時候 2014年,那年我也很忙 做了幾十場奏賞和講座 現在不做了 遲些如果我再出第二版的時候 或者寫題的時候再做 到時留意 好,這個 你還想想想想 我們用這個磚 還有一張那些舊的石 你有沒有一起畫 就是倒塌了嗎? 因為它們的density match 這個朋友都可能是做工程的 那首先,我們做古籍復收 就不是做石屎,落石屎 落石屎當然我明白了 你那個成份不同 會應有結構 但是我們以前 就是這些古建築呢 有一個特色就是 首先你磚 就一定會用磚去做 那石會用石去做 就不會磚去塞塊木 又砌磚 就不會拌到不同的物料 那所以 我又不覺得有太大的問題 最重要是找回同類的物料 去做復收就可以了 就等於我們經常說 原工藝原材料 如果你不是原工藝 又不是原材料 就像我剛才所說的 重職狀的復收效果 是否引去黑洞 其實剛才水塘左邊 我第一張照片 它上面有一個暗塘 第一張照片 就是我去到水塘 有一個 我先回到前面 其實有一個暗塘在這裏 5號這個位置 其實如果你進到這裏 你剛剛在那個窄口 可以側間有條樓梯走上 你會看到上面有一個暗塘 那至於它那個水喉怎樣鋪呢 你就問水務處 不要問我 我不是起水塘 我可以回到這裏 我都聽到了 沿我們曾經妳上過 我只是 Alone 本self 過了 有二十五號 請問是寶殉道 還有沒有實際的書水用途 有 現在還在用 其實你在走保雲道 下面有一條地底書水道 就是在大潭水塘引過來的 英國良清合道 你看看這本書 我又介紹到這個書水系統 它會去到馬基辛合道那裡 就是保雲道尾就是馬基辛合道 而馬基辛合道口那裡有一個公園 其實公園那裡下面有一個暗堂 暗堂有一個抽水站 就是供應中西區 也是中區、中半山的食水 所以當然有功用 所以我說這個其中一個 正在用的法定保證 除了博富林水塘 還有哪些香港水塘受歌德式建築的影響 我研究中就只有這裏 有它的特色 如果另外剛才有說過大潭水塘 你就可以看維多利亞式建築 這裏可以分享一下 經濟的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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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教育嗎 很難說 因為我在AMO做這麼久 留得低的都是好的 可以這樣說 但他們其實不是只有這樣 其實我們做股職復收都要互動 你有這樣的心去做 最重要是做股職要有一個心 我做工程都二十幾年了 股職方面做了七年多 但在裏面都認識到很多承建商 因為香港大型的股職復收工程不是太多 因為資金問題 還有都是發展的要求 很多時候有很多東西犧牲了 有幸最近水塘可以留得住 都是大家支持才能留得低 所以大家就繼續努力吧 全香港是否有一個教堂 應該不是 如果你有 我相信還有 在香港有這麼多教堂 尤其是這些修士式的教堂 我見識少 但是我相信有的 你要上網尋找一下 你可以打過德式建築 搜尋一下 看看在香港有否其他 但是最大建築群 我相信是博弗洛美島 為什麼會沒有那些機窗堂在附近 你們這樣說 其實對軍事很有興趣 那機窗堂其實不是說有水 重要的東西就是建一個機窗堂 機窗堂不能夠保得住水塘 首先 而我認知機窗堂是一個軍事設施 不是保護水塘的 而軍事設施是要看回香港的地形而建的 如果想看Pill Box 其實你有幾個地方可以看到 特別在大潭水塘一帶 上面都有機窗堂 時不時都找到手榴彈 好像有幾個外國人很喜歡通山找手榴彈 但他們會有新聞 他們就找到一件被包的手榴彈 那機窗堂如果你在大潭水塘 楊明山莊那裡 那裡有一條鏡可以走回 看到一些舊的碉堡 沿著會找到一些機窗堂 可以看到參觀到 而較為近期的 比如鑽石山 鑽石山現在不知開啟了 鑽石山站曾經 在河里活廣場對面的地盤 是有一個機窗堂 因為在沙中線的鑽石山站 就把機窗堂移了位 我不知道開啟了沒有 或者AMY同事都可以更新 如果開啟了可以介紹給同事去看一下 這些朋友去看一下 請問回多次你的書名 讓我給你看看 這個叫做香港古橋 那你去上網去搜尋 去搜尋或者成品 不要迷我很多廣告 像是大的連鎖箱 看見美地下水堂那個勘賊的資料 噢沒有啊 我也沒有做過那邊的 可以引導下有關 重積砌的石法 怎樣引導 重積砌的石法 就是重積砌 這個是一個營製來的 如果你做回那一款的營製 那也不叫重積砌 其實看形態是怎樣做的 你可以去八大看看 在側面的立片 你會看到重積砌那個人 怎樣做的 你就學一下 這個可能是營製的師傅想學一下 你可以開那一班給你看看 好 剛才美的價值也有說到 這裏都不是太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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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你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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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緊 我 我 我 可以先到這邊 這裏 更容易 看 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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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轻滑一点就会更加光芯 所以视乎你服收那件事是什么面子 这些师傅会做到的 一定要对承建商的要求是什么 通常我们会有一些板先拿来看看 要提出几个建议 那我们才会去决定用哪一款 甚至乎要很大的麻石 我们可能都要去到石墙 看看哪一批对 因为麻石有很多种 只能看到这里的色水已经有几只 这里很明显就是当时没有什么要求 最重要的就是快取错 最重要就是快取错 不可以 不可以 我知道这家园就在摩星岭那边 这个是私人大宅 你要找回屋主问 我说不了你 这个好像是Gray Building 他一定是用木架的 因为我举个例子 我们大潭水堂如何建议 因為我幸運地當位科學 我都有這個問題出現 我搜查了很多資料 如果你們看上一本書 你們會看到大潭水航這張照片 看到一人? 它就會搭木架 又搭棚 現在這麼矮的人根本不需要搭棚 我們要用木架支撐了一個拱 然後在上面砌石 這樣就可以做到 所以在以前來說,這些橋是很勢勢的 你去大潭水塘,你會看到那條橋的宏偉程度 所以如果你看完香港的波富大潭水塘,你記得要去大潭水塘看 以我17條橋來說,我覺得大潭水塘那些橋是最難過的 特別有一個50呎長的跨道那條橋是更加難起的 我現在繼續 清光了,好的 多謝大家這麼多問題去支持我今次的講座